今天翻老物件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清华大学上个世纪1958年发的录取通知书 跟大家分享一下 录取通知书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信分 它有你的报名号 这个通知书是寄到江苏省南京市的 有个考生的报名号在右上角 最主要的内容实际上是清华大学学生报道的注意事项 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它的印刷当时还都是繁体字 也就是说在当时简化字还没有流行起来 它的一二三次我可以看还是甲乙丙丁正排序下来 首先是报道的时间是9月8日到10日 这跟现在大学入学的时间似乎还能相对的印证上 就是开学时间并不是9月1号 在入学的时候会进行健康的复查 还有包括当时有证审政治复查 另外就是说你要求携带很多相关的证明进学校 一个是录取通知书 中考证还有学理文件 照片户口签一证 因为当时的大学都是要转移户口的 还有就是工农学生要携带这个粮食供给的关系 这个实际上就是很多现在的学生不太了解了 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你买需要有粮票购买主食 米票面票等等啊 这个当时的票证就搞不清楚了 还有就是你的相关的一些健康证明 来学校的时候呢 因为北京大学是清华大学呢 它是在北方 所以可能有很多南方和学生长途过来啊 他就要带一些东西啊 所以他也提醒你带行李的一些要求 学习生活费用呢 是这个伙食费啊 生活零用费啊都得仔细用解决 然后呢你还要 每学期呢要交15块钱左右的一个学费 当时呢这也算比较高的啊 他还有要求一些 因为他这是一个功课中的一个录取通知书啊 你还要买一些什么计算尺之类的 另外呢实际上是当时是提供了 助学金的 助学金实际上就是大学的补助 这里头没有相应的标准 实际上在后头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九几年之前的大学啊 实际上都是有学生补助的 这里头特意强调了 到北京之后呢你要带较厚的棉被啊 重的要四斤 薄的呢要两斤 还要带一些衣服 因为有好多学生都从南方过来 据说当时 家里条件不好 因为南方学生一般厚衣服就少 还有呢就是说 对身体有些要求 当时明显感觉就是呃肺相关的病啊 传染病得的人比较多 还有一个肠胃溃疡啊 糖尿病啊 肾炎啊 另外呢就是说对于一些传染病有些要求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发布时间是1958年的8月 另外呢他还有一个给新伙伴的一个啊 欢迎信一样东西吧 我不再详细读了 大家可以看一眼也是1958年8月 实际上和现在的形式变化不大啊 也是传承下来的 我们下详细读了